今天我们用复杂性科学来重新解读一段相声 这段相声是1988年第二届全国专业相声电视邀请赛上 冯拱和牛群表演的灭鼠议事 相声说的是这一年上面号召大家灭鼠 结果一个命令下来演化出来各种让人啼笑结非的荒唐事 首先是各连队上报灭鼠计划 你要报灭100我就报灭200 你要报200我就报500 你要报1000我就报2000 就这样牛群所在的连队最初上报的数字是14万 后来根据实际情况把指标又降为了6000 但就算是大幅下降指标也还是完不成的 而且上级为了防止下门弄虚作假 还规定了以老鼠的尾巴的根数来审核任务达成的效果 可因为灭鼠行动已经连续号召了多年 在附近方圆几十公里根本就找不到什么老鼠 结果牛群所在的连队 全员出动了7天 一只都没有逮到 据牛群说 在第八天 他遇见了两只从外地结婚旅行的老鼠 然后就被他抓到了 而且一下就是两只 极为珍贵 牛群抚摸着这两只老鼠 干净利落脆的剪下了他们的尾巴 然后把老鼠放走了 冯拱听得入神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话都说过去了 突然喊停 质问牛群 这老鼠后来怎么给放走了 不是要灭鼠行动吗 牛群这个时候也意识到 这么做好像有点不妥 搞笑的解释说 这两个老鼠是外地来的 而且还是新婚 贡献两根尾巴已经不容易了 后来 牛群又说了其他连队的情况 他们都向家里写信求助 让家乡父老把老鼠的尾巴 塞在信封里寄来 连长在每周的大会上 还会报告个人筹集尾巴的根数 后来有人提出一个主意 咱们给萝卜根上颜色 代替老鼠尾巴 结果当场被否定了 因为其他人已经这么干 被识破了 就在大家发愁的时候 牛群所带的连队的老母猪 下了12只小猪胆 在牛群的眼镜里 这就是12根尾巴呀 而且仅从外观上看 是看不出 他们到底是小猪尾巴 还是老鼠尾巴的 但这个办法呢 也最多只能贡献12根 离一个月后要上交6000根 还远得很 但老母猪生小猪 这一幕启发了牛群 他突然想到 老鼠的繁殖能力 可比母猪猛多了 不如大规模的饲养老鼠 这样就能完成 6000根尾巴的任务指标了 到了这 荒诞的逻辑打到了顶峰 冯拱作为旁观者 训斥了牛群 说你们这是灭鼠计划 不是羊鼠计划呀 牛群被训得实在委屈 倒出了几年来的苦水 原来他所在的连队 光仅其就70多面 各种读书赛 射击赛 篮球赛 歌泳赛 扑克赛 甚至卫生评比 全都是第一 灭鼠不能不去挣第一 但在争这些第一的过程中 自己连队也吃了不少苦头 就拿卫生评比来说 在检察团到来前三天 连队就把所有的厕所门 全锁上了 这就是为了保证厕所干净 而且没有异味 但全连的战士 脸都憋憋了颜色 至于是怎么解决的大小便 那肯定不是在厕所里 到了这 项上的大部分就结束了 而复杂科学的道理是什么呢 那就是 在一切复杂系统中 都不存在输入输出之间的 线性关系 于是在这类系统中 根本无法预测一个输入 带来的长期效果 那么 什么又可以算是复杂系统呢 其实只要对这门学科稍作了解 你就会把问题反着问 你会问啊 哪些现象可以不算作是复杂系统呢 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几乎所有现象 都是复杂系统演化的结果 不止包括股市 经济事件 社会关系 甚至呢 只在引力作用下的三个小球 它们的速度跟位置 也一样是复杂系统演化的结果 真正不是复杂系统的 只有我们在中小学 数学跟物理课本里 试卷里遇到的那些计算题 所以 项上中灭属行动的参与者 就是复杂系统中的参与者 而复杂系统最大的特征就是 无法对一个输入的影响 做长期预测 这里的输入就对应着 灭属行动的号召 而输出就是无法预测的结果 比如说 项上里竟然出现了 有人计划为了完成目标 而饲养老鼠的闹剧 而这些荒诞 并不只是牛群逢拱创作出来的 在一百年前的印度 首都德里有不少眼镜蛇商人事件 执政者为了保护民众安全 发起了灭蛇运动 宣布 每上交一只眼镜蛇 就奖励一卢比 结果几个月后 眼镜蛇商人事件是大幅减少了 算是成效显著 但结果 蛇在后来越交越多 因为民众发现 拿一条蛇换一卢比很划算 于是都开始批量的饲养 当地的执政者发现事情 已经开始往截然相反的方向发展了 于是就取消了奖励 结果大批养蛇的民众发现 奖励都没了 就把蛇运到郊外 他们一扔 结果没过两个月 眼镜蛇商人事件 以灭蛇运动之前 还多出了好几位 这类事与愿违的例子 在薛兆峰老师的经济学课里头 比比皆是 甚至薛兆峰老师 就把经济学形容成一门 研究事与愿违的学问 于是很多人就此认为 在复杂系统里 作为输入的那些命令 指挥设计号召 都会导致层出不穷的事与愿违 而其实这样的理解也是片面的 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什么样呢 是一个输入会导致结果无法预测 而不是事与愿违 因为如果事情都在往事与愿违的方向发展 那恰恰说明 事情的结果是可以预测的 我们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 我们希望往12点钟的方向前进 于是给了一个输入 但实际结果呢 往1点钟方向前进的也有 2点钟的也有 3点4点5点6点7点都有 当然和12点钟方向完全 事与愿违的6点钟的方向也有 甚至是每个细分角度的运动方向 也都存在 换句话说 几乎可以看作是会得到一个随机的结果 在众多结果里 只有一个是与最初的愿望相吻合的 除此之外呢 也只有另外一个是与愿望完全相反的 而剩下的N减2个结果 都很可能是无关或者无法测量的 于是 由于经济学经常把那些 恰好呈现了相反结果的例子挑出来说 才会让人误以为 复杂系统就是会让结果事与愿违的系统 其实不是的 那个事与愿违的结果出现的概率 和与愿望相符结果出现的概率 其实差不多是一样微小的 另外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在复杂系统里 真正无法预测的是长期结果 也就是说 短期结果还是有可能预测的 就像大气系统是复杂系统 但明天或者12小时之内 天气预报 预报它有没有雨 下不下雪 这种预测精度还是很高的 印度眼镜蛇那个例子就是这样 你看短期来说 灭蛇计划推出了前两个月 眼镜蛇伤人事件确实变少了 这也体现了人们的短期预测是有效的 同时呢 这也是人们智力上限能够把控的了 但时间总在流逝啊 长期结果一定会涌现出来的 几个月后的结果 那就没法预测了 巧合的是 这次得到了一个事与愿违的长期结果 那就是眼镜蛇伤人事件 比一切开始之前还要多好几倍 认识到这点之后 我们就会知道 一切自上而下的设计 顶多产生一些符合预期的短期效果 长期来看一定是偏利初衷的 如果组织的管理者 或者系统里的上帝 明白了复杂科学的工作机制 可能就会失望了 因为只要想通过制定一个什么计划 号召一个什么行动 来实现什么效果 得到的长期结果 一定会令他失望 那正确做法应该是怎么做呢 方法就是只限定边界 并且尽量维持边界的稳定 制定好之后就再也不去插手 边界内部发生什么了 这位上帝越是任边界内部的 复杂系统自行发展 就越可能得到一些 在长期看来是稳定的丰功伟绩 比如说冰岛人口只有37万 大约就是我们几个村的人口数量 只有这么点人能干什么呢 随性的发展吧 结果就是他们在体育运动方面 比如手球游泳举重 尤其是足球都特别出色 2018年他们的足球阵挺进了 世界杯决赛圈 还逼平了梅西带队的阿根廷 稳定的边界指的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指公平的法律 那为什么不去插手 就会得到一个长期稳定的结果呢 因为在那时的复杂系统中 凡是有机会参与其中的因素 或者说竞争者都顺其自然的输出了 自己对于系统的干扰 释放了自己所有可能的对系统的影响 于是最终呈现出的结果 总是充分参与之后 出现概率最大的那个状态 那个状态是所有可能来参与影响系统的因子 都来搅和一番之后出现的局面 所以才是最稳定的 这个状态有点像多方薄命的战场 输的一方打光了所有的子弹 牺牲了所有的战士 花光了最后一分钱 这个时候签下的停战协议 才能得到长期的安全 如果只是因为受骗或者妥协 那个时候签下的停战协议 几乎是不可能维持长期安全的 好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